启动海选竞选团队? 柯文哲,群众募资概念 图TVBS 据年底选举剩约5个月,台北市长柯文哲启动海选程序,他今天说,这次海选与上次只争选人才不同,这次还征求新的思维与创意,比较活泼,笑说是群众募资概念 柯文哲叛连任,启动海选程序,征求发言人,Volger社群经营,随行及组织运营人员,活动企划人员等个职缺,平均月薪为新台币4万2千元至5万2千元,7月8日报名截止,进入第二阶段面试者,7月13日通知 柯文哲上午到信义区五全里参访老人共参情形,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,以往只是争选人才,这次海选比较有特色,征求思维,创意等,比较活泼,至于会不会担心招不到人,他说他也不晓得,反正先上网再说 柯文哲昨天在脸书上表示,这次除了人才,希望征求许多新颖的服务与活动创意,因为这场选举不只需要人,也要有新的思维与创意,才能真正翻转过去就有的选举模式及政治文化 他说,不管是增进Open Finance的区块链技术,能够提供影像侧拍的影音团队,对空间经营,举办活动有不同想样的创意执行,甚至认为可以参与改变的服务,都欢迎参加海选行列,年龄不限 他说,他将这次连任当作改变台湾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,就像在其一次一日双塔一样 中央社 图TVBS去年底选举胜约五个月,台北市长柯文哲启动海选程序,他今天说,这次海选与上次只争选人才不同,这次还征求新的思维与创意,比较活泼 小说是群众募资概念 柯文哲判连任,启动海选程序,征求发言人,Volger社群经营,随行及组织运营人员,活动企划人员等个职缺,平均月薪为新台币4万2000元至5万2000元 7月8日报名截止,进入第二阶段灭视者,7月13日通知 柯文哲上午到信义区五全里参访老人共参情景,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,以往只是争选人才 这次海选比较有特色,征求思维,创意等,比较活泼,至于会不会担心招不到人,他说他也不晓得,反正先上网再说 柯文哲昨天在脸书上表示,这次除了人才,希望征求许多新颖的服务与活动创意 因为这场选与不只需要人,也要有新的思维与创意,才能真正翻转过去就有的选举模式及政治文化 他说,不管是增进Open Finance的区块链技术,能够提供影像侧拍的影音团队 对空间经营,举办活动有不同想样的创意执行,甚至认为可以参与改变的服务,都欢迎参加海选行列,年龄不限 他说,他将这次连任当作改变台湾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 就像在其一次一日双塔一样,中央设